说好的生殖加薪,老板却放了鸽子,男人直接就是一顿大耳瓜子 男人觉得还不解气,于是爬上桌子,瞄准,发射,动作一气呵成 再次恢复时间,老板察觉不对,然后咱们咱们嘴,回味渊源流长 男人为了工作,常常忽略家人,仅剩的家庭时间,还被各种各样的遥控器占据 儿子的游泳比赛迟到不说,还认错了儿子 看家长不说话,男孩懵了 看着教练抢占了儿子的拥抱,男人只是转身继续工作 即便是家庭聚会,男人也有忙不完的工作 父亲最引以为傲的魔术,他也已经看腻了 男人对于家庭的缺失,让妻子颇有微词 可男人却振振有词,说自己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家庭 为了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即便是感冒,他也没有休息的时间 还要看纪录片,摸索客户爱好 可繁多的遥控器却让他烦躁不已,只能独自开车去买万能遥控器 商场种类繁多,逛了很久都没找到,他看到床就躺了上去 转过身,男人发现了一个万能杂货铺 打开门,穿过暗黑的走廊,老莫接待了他 得知男人的需求之后,他从架子上取下了一款最先进的遥控器 男人看着他华丽的外表,担心口袋里的钱不够 老莫表示遥控器免费送给他,可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不能退货 男人回家一试,果然能打开电视 可刚刚坐下,妻子就再次找来,他只能暂停电视 却没想到,妻子也一同被暂停,男人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学习之后,男人又开始了工作,可狗子却叫个不停 男人下意识地拿起遥控器,减小了音量 男人惊了,竟然真的可以 他又试了试,果然能操控狗子的音量 他又打开房门,让狗子去拉臭臭 可狗子磨几个不停,他又试了试,按下加速 第二天,男人找到老莫 他以为这一切都是老莫安排的 是一场电视台的整股真人秀 可老莫就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 只是让他按下菜单键 当他按下按键,周遭的景象迅速变换 画面中交替出现他的一声 男人以为又出现了幻觉,满脸震惊 可老莫却说这是男人的人生选担 像一部纪录片一样 还贴心地给他配上了旁白 从他出生到现在,所经历过的一切都能完美重现 男人回到童年,看到的正是父亲第一次 用硬币魔术哄他开心 体验过后,老莫让他按下播放键 两人便回到了现在 有了这么厉害的遥控器,男人却一心想着加班 父母难得来共进晚餐 可他觉得太过无聊,直接加速跳过 父亲又要表演硬币魔术 他可是一点兴趣没有,再次加速跳过 就连晚上的运动也为他直接快进 妻子一脸怨念地躺在床上 他却一脸兴奋 男人回到书桌前,终于能快乐地加班了 男人按下按钮,竟直接回到床上 疾病也彻底康复 他捧着遥控器兴奋地大跳 然后就跳过洗澡,跳过吃饭,跳过堵车 直接赶到了公司 他做的设计方案让老板很是满意 可当晚跟客户家谈时 老板的无知却直接激怒了客户 更关键的是,客户对设计方案很是嫌弃 但这些都不是问题 男人拿出遥控器将日语翻译成英语 再调大音量,客户需求便了然于胸 他撕碎原本的方案 按客户需求胡扯一通 竟然成功拿下 男人兴奋地回到家中 偷支奖金给家人买了礼物 他送给妻子一个名牌包包 然后自信地抽着选家 谈下这么重要的项目 升职加薪还不是板上钉钉 可当他回到公司 老板却再次跳票 他离升职永远只差下一个项目 既然这样,男人也不再啰嗦 直接按下遥控器 跳到了升职的那天 他果然成为合伙人 可见到的却是很多陌生的同事 原来他的升职竟然足足等了一年 而在这一年期间 老婆总是带他看心理医生 说他是行尸走肉 眼看妻子要与自己争吵 时间自动快进 男人又回到家中 儿子跟女儿都长大了不少 家里的狗子也换了新的 以前的那只已经寿终正寝 他却完全都不知道 瞬间哭成个泪人 又被加速跳过,男人都要崩溃了 只好找来老莫 老莫告诉他遥控器有记忆功能 在他跳过的时间 会根据他之前做过的选择 自动开启托管模式 从此不再洗澡,不再堵车 吵架和生病也会跳过 当然也包括做运动的时间 男人后悔了他想退货 可无论怎样折腾 遥控器总能回到他的手上 哪怕踩了个吸碎 也再次回到他头上 他把遥控器扔出门 可随后就出现在他的裤裆里 男人很气愤 当场就要拖个金光 老莫又强调了一遍 这玩意儿不能退货 男人再也坚持不住 不想再跳过时间 于是他不敢洗澡 不敢开车 只能穿着睡袍 骑着自行车上班 避开一切会跳过的环节 他终于没有再次快进 可老板却将他逮了个正着 然后说出一个劲爆的消息 老板决定退休 打算让总监接班 还说这个位置 总有一天会交给男人 男人客套地说了句 很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可就在这个瞬间 这下可好 遥控器又被触发 而这次竟然直接快进了十年 老板打来电话 恭喜他成为老总 男人慵懒地翻身起来 却发现自己成了四百斤的胖子 他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绝望地晃着肚皮 他掏出遥控器 让他带自己回家 可到家才发现 儿子已经长大成年 而且也成了个胖子 女儿倒是没有变胖 但却成了个叛逆少女 他凶巴巴地将女儿赶上楼 却发现家里又换了只狗子 男人艰难地来到院子里 还好妻子还保持原样 这让他很是高兴 冲上去将他一把抱住 可妻子却把他抛开 竟直走向了另一个男人 男人按下暂停 转身走向情敌 一脚 两脚 三脚 狠狠地抱负之后 这才转向前妻 想尝试着挽回婚姻 可刚取消暂停 狗子就冲了过来 一把将他扑倒 脑袋重重地磕在花坛上 男人这一受伤 时间又发生了跳跃 原来这个遥控器 会记住男人的选择 可以直接跳过他升职加薪 还会自动跳过生病的时间 在男人上次升职时 遥控器直接跳了十年 而这十年期间 男人一直是脱管模式 每次和家人发生冲突 他都像木头一样 不会给出任何回应 老婆带他看心理医生 却依然于事无补 最后两人终于离了婚 这次受伤 男人不只是撞晕这么简单 还被查出了癌症和心脏病 而这段时间被自动跳过 一下就过去了六年 当他醒来时 身体已经不再是个胖子 他还以为之前做了个噩梦 可肚子上多出来的肉皮 就像个大舌头一样 随着抖动上下翻舞 等他回到公司 他早已功成名就 儿子也受成了精神小虎 男人大病出狱 想邀请家人聚餐 他让儿子通知爷爷奶奶 可儿子却面色一变 给他倒了杯水 然后才鼓起勇气告诉他 爷爷已经去世 男人一时无法接受 悲伤地哭了出来 他来到老人坟前 心中满是懊悔 于是逃出遥控器 回到了最后 见到父亲的那天 男人目不转睛地盯着工作 对儿子的作品视而不见 父亲颤巍巍地走进来 邀请他去一起吃饭 可他依然连头都没抬 父亲像哄孩子一样 说只要他去吃饭 就会告诉他硬币的秘密 男人却很不耐烦 直接无情地揭穿了他 然后又自顾自地埋头工作 父亲像信念崩塌了一般 瞬间感觉到苍老和无力 男人看着一切 为自己感到可悲 可即便后悔 此刻也无可奈何 他只能按下遥控器 拨退了时间 然后站到父亲身后 看他一遍又一遍地抚摸自己 听他一遍又一遍地说 我爱你 男人热泪盈眶 在父亲转身的瞬间 紧紧盯着他的眼睛 能将硬币放在墓碑上 老木却出现在身后 他说自己是死亡天使 是他带走了男人的父亲 男人愤怒地扑上去 可老木却像幽灵般 瞬间消失 男人怕了 他急忙掏出遥控器 想逃到一个开心的地方 而这正是儿子的婚礼 他被邀请上台 茫然地说了几句话 然后就看到了母亲 男人变得格外珍惜 他像小时候一样 与母亲的手握在一起 这时乐队唱了首歌 正是他与前妻 第一次约会的曲子 他邀请前妻一起跳舞 却在这时 听到女儿叫了继父一声 当他再次醒来 儿女都陪在身边 得知女儿两天寸步未离 男人很是感动 可这时儿子却要走了 他取消了蜜月 要去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男人怕儿子走自己的老路 瞬间变得激动 可他说不出话来 只能看着二人离开 他想劝阻儿子 于是心意狠 挣扎着滚下了病床 老木说他这样会死 但他依旧义无反顾 男人冲出医院 冒着暴雨追赶 眼看他们即将上车 他静止摔倒在地 好在儿子及时出现 慌张地跑了回来 儿子大喊着呼救 家人急忙围了上来 男人抓着儿子的胳膊 用微弱的气息告诉他 家庭第一 鼓励他放下工作 他对每个人说了句心里话 然后对情敌比了个中指 可最终还是认可了他 男人紧紧握住前妻的手 随后就没了气息 一阵雷声响过 男人醒了过来 原来这一切都是男人的一场梦 他如同重获新生 开心地大喊大叫 然后赶到爸妈家 疯狂地表达爱意 他又跑回家中 兴奋地叫醒了大家 妻子见他铺好图纸 以为他又要加班 可他却说 要给家人策划一场旅行 孩子们异常开心 抱着他不肯撒手 妻子脸上也浮现出笑容 第二天 男人又看到了那个遥控器 旁边还有张卡片 上面写着 我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男人微微一笑 将遥控器扔进了垃圾桶 然后又确认一番 这玩意儿再也没有回来